我的天哪 这个醉酒的朋友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竟然趴在法拉利的车盖上蹭来蹭去 女孩正想把朋友拽下来时 却发现旁边站着一个男人 此刻不是饭花吃的时候 他赶紧给男人鞠躬道歉 好在男人非常大度 见他们还是个学生 就不计较赔偿的事 女孩立刻拉着朋友离开 却差点被他绊倒 就在这时 男人丹田里的红猪 意外进入了女孩体内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女孩就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躺在了男人家里 面对这个风流倜傥的男人 女孩惊讶得有些说不出话 男人告诉他 女孩心想这人虽然帅 但脑子可能不太灵光 男人想取回自己修炼千年的内担 他试图打电话求助 突然 他看到了九尾湖的正身 吓得跌倒在地 女孩以为做了一场梦 结果一睁眼 还是那个男人 甚至贴心地要给他泡茶押金 可这种情况谁敢久待 吓得他苏神腹体冲回了家 女孩天真的以为 离开九尾湖的视线就没事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 他就因此得了一种怪病 这个女孩竟然不能碰男人 公交车上意外的接触 就让腹部翻腾倒海 痛意陡增 他只能双腿加紧来缓解疼痛 这是底下传来舒缓的声音 惊天动地 旁边的男人立刻心领神会 大家瞬间给他让出了一条道 这误会可干大大 他感激地下了车 可上完厕所还是没有好转 明明也没吃海底捞呀 他想到了昨晚的奇遇 一个自称九尾湖的男人 说他吞了自己修炼千年的内担 甚至大言不惭地要跟自己同居 以便取回这颗珠子 之前他没当一回事 现在他不得不去问个清楚 而九尾湖告诉他 正是接触了属虎的男人 才会引起身体上的痛苦 因为老虎是狐狸的天敌 他吞了狐狸的内担 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只有和九尾湖本体接触 痛症才会消失 说着就把手放在女孩脸上 可这时他却意外发现 内担在他体内变成了蓝色 接着一阵动感光波 由内到外震荡开来 据说修行百年的九尾湖 如果想要变成人类 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在千年内得到人类的惊奇 将体内红色的内担变成蓝色 便可成人 转眼间2021已经过去 九尾湖却还未将珠子变色 直到这天他遇到一个女孩 内担在机缘巧合下 进入了他的体内 而后只是轻轻触碰到他的脸 内担竟变成了他的梦想来 九尾湖意识到这个女孩 将是他幻化成人的关键 便劝他搬过来和自己同居 而女孩未尽快过上正常生活 也只好同意荒唐的要求 去之前他特意买了房廊用具 结果一进门 洋洋洒洒掉了一地 他甘大地说是送九尾湖的礼物 躺在陌生的房间 顺着缝隙看到了极为惊悚的一幕 他吓得转身想跑 我滴个乖乖 地上一滩血迹 而此时九尾湖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手拿弯月刀 面无表情地朝他走来 这谁受得住 九尾湖说自己在外面修剪树枝去了 那地上的血迹又做何解释呢 为了补偿小坛同居的不便 他一大早就开始给他准备早餐 看着眼前这个帅气逼人的九尾湖 女孩不禁犯起了花痴 看到入障信息后 之前所有的不快瞬间抛之脑后 这时九尾湖告诉他 自己要出趟远门 这也太开心了吧 就在这时 九尾湖突然变身成了个老头 没想到又把他吓了一跳 小坛不禁感叹 真是多才多艺啊 而他为了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静约了一帮朋友去夜店放松 我们现在今天emos看的 现在的樣子不是 这种种式 vs 2015 後面就何地方 有没有 вы performed 那个刃 就会 在